今天我們接著來了解華為鴻蒙系統的最新狀況 鴻蒙系統2.0正式版向用戶推送 預估要在5月份內 當前進度似乎仍然有些緩慢 不過據說已經接近了尾聲 現在也有網友分享了關於鴻蒙系統2.0的一些視頻畫面 如你看到的那樣 Mate X2折疊手機用行了鴻蒙系統 首先在界面上 鴻蒙UI與安卓的EMUI有很多相似之處 尤其是在通知欄、圖標和設計方面 展開都眼熟 當你處於在主屏幕上 任意向下滑動會出現搜索引擎 用戶可以搜索需要防控的內容 當前你也可以從右上角下拉呼出控制中心 而從另一側以相同手勢會呼出通知中心 在了解到鴻蒙系統後 我們不難發現與之前EMUI極其相似 但新的操作系統還添加了不同類型的小部件 同時在圖標上進行手勢也可以預覽更多的信息 以上是華為鴻蒙系統在折疊手機 和平板電腦上可見用心的操作系統 而在手機上 我們之前從鴻蒙開發板也預覽過 區別不是太大 相同在EMUI的基礎上略有變化 回到鴻蒙系統身上 哪些產品可以升級該系統呢? 據了解 華為會為配備麒麟、710以上的產品 升級鴻蒙2.0版本 當然了,榮耀手機也包括在內 雖然有一些榮耀機型已經在測試鴻蒙系統 但是似乎兼容性不是很好 而新的榮耀手機是用天機芯片將不支持升級 新的榮耀手機仍然會用行安卓11系統 同時為Magic UI 5.0版本 從目前的猜測來看 預裝鴻蒙系統的第一款產品 將是華為Mate 40 Pro 4G版 這款智能手機最近獲得了產品認證 在認證的信息表明 它將最早配備鴻蒙系統 而不是華為P50系列 雖然華為P50系列也是首批預裝鴻蒙系統的產品 但它的發布時間目前尚未有準確的消息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